七伯来书第八章 我们所讲的是 其中第一要紧的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 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在圣所 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 这帐幕是主所知的 不是人所知的 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 设立的 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 他若在地上 必不得为祭司 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 他们供奉的是 本是天上士的形状和影像 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 蒙神警戒他 说 你要谨慎 做各样的物件 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 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宝 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力的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 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 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 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主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 既说新约 就以前约为旧了 但那见旧见衰的 就避快归无有了